他的目的當然就是要讓你2024年的時候 仍然是要下架民進黨管你民進黨這個人是誰 那個賴清德沒有參與到這麼多的事情 可是他讓林志堅的論文 你看他林志堅論文案一出來 陳明通一講話王洪輝就出來罵人了 然後高洪安那種栽贓的事情太容易做了 小朋友都可以做 但是沒道德的人會做 通常有道德的人不會做 所以他們會做出一群奇奇怪怪的很愚蠢的事 你說台北市地檢 台北的地檢署的檢察官會拿你這個電纜 就去查有沒有必然 當然不會 他的目的也不是要對方查 他就是要做帶風向 就有這個畫面 你看去栽贓人家林志堅 或者施工工程的問題 涉及了所謂步伐的問題 還有畫面 還有高洪安到現場去 好會挖 還有穿得乾乾淨淨的 又是一套套裝 還穿白酒鞋 白酒鞋都沒有弄髒的 就挖到東西 你們這種騙人的手法 不就是共產黨的手法嗎 這種手法就是今年初以來大獲全勝 去年 1126之前的一個 當然不止施雷之位 他們認為對付民進黨確實有效 當然有效 所以這個是有系統的栽贓 他們這個不是個人的復仇 這麼一個嚴重的問題 你們民進黨到底要怎麼面對嗎 本來民進黨在1126是可以翻身的 那個兵役延長這件事情 事實上本來是一個還蠻負面的 國防部跟蔡英文總統 公佈了記者會之後 其實是有往上走的架勢 那沒想到國防部後續無力 他沒有去跟人家溝通 沒有做政策說明 之外 那個發錢這件事情 就算拖拖拉拉發6000塊 也有效啊 結果發6000塊這件事情被誰交掉了 被誰火上交油 變成正面變反面 高嘉瑜 接下來王世堅幹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林志堅應該被收押 這個不是一個串好的一件事嗎 這個串好的事情 我告訴你如果你們民進黨的 不管是任何的重甫院黨的任何人 這一套劇本你還沒有搞清楚 或者是你被打到現在還頭暈的話 我告訴你時間很快 現在已經1月了 明年的1月就投票了 就連續下來 他就高宏安不必做新竹市長 他也不 他做新竹市長 搞不好將來郭台銘當了總統 他還可以做行政院長 所以呢他根本不在做新竹市長 他就是在做打倒民進黨2024年的 總統大選的這個標兵人物 他的角色就跟在台北的當時的 蔣萬安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是事實啊 這個事實你問我有沒有答案 我覺得有啦 但是但是正規則沒有 這種事情繼續下去的話 他連我都覺得束手無策的結果 就是交出政權 好 再來關係國民黨蕭景田 買票的影音黨曝光囉 藍茗玉 這週刊所報導 關鍵是那位里長為了求自保 所以全部把他錄音下來了 沒有錯 我先講現在最新的消息 就是士林地院 第二次來審理積壓蕭景田的積壓庭 目前是裁定 他才是1500萬的重金交保後船 那這個以法律上 現在檯面上的見解是說啦 1500萬確實是重保 那不過為什麼他還是可以交保 因為看起來就是罪證確鑿 罪證確鑿 人證物證錄音檔 今天連監視錄影代什麼都有了 所以看起來罪證確鑿 但是為什麼還是1500萬 因為他之前有逃亡的疑慮 會不會這個法院是判定說 未來會不會說蕭景田 看到這個案情的發展對他不利 是不是還有逃亡之餘 所以就讓他1500萬重保 好 這個是最新的消息 那回過頭來你剛剛講到 今天週刊爆料說 有一位W的女性里長 他就去跟週刊 完完整整的爆料 就是說蕭景田 他們這個涉嫌會選的一個過程 那他說他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 他說因為他現在擔心被消失 被消失的狀況 因為他覺得說 應該蕭景田都知道說 是誰去檢舉 或是誰去爆料這件事情 他覺得說 與其每天擔心受怕 他說每天早上起來都很擔心被消失 所以不如就讓林里全部都知道 知道之後 那就像很多人發表什麼 不親生聲明是一樣的啦 所以他就現在想說 他就把這件事情就公佈出來 就做一個這個 算是有點保證了 那回過頭來講說 這個W的女性里長 到底跟週刊講了什麼 他講了幾個點啊 他就明確的講說 選前的前三天啊 就是11月22號的時候呢 蕭景田跟這個國民黨的 就是也是林姓兒的條阿卡啦 這個真帆川啊 他們兩個呢 就搭乘了黑色的一個轎車 去他的這個服務處 那這個黑色轎車後來也被 林姓兒自己證實說 是他們競選總部的這個車子啦 好那不管他們兩個就下了這個 到了這個W女性里長的辦公室啊 那他們在談什麼呢 就談說這個他的辦公室啊 可不可以借林姓兒掛這個布條啊 懸掛布條 在講講講的一件事情之後呢 怎麼這麼巧 他就突然拿一個那個牛皮紙袋 然後呢就夾著林姓兒這個文宣 就放到桌上去 這是我的一點小心意 就講到這是我的一點小心意 哇那個里長啊 當時就有點愣住了 他大概知道說 這個牛皮紙袋裡面 大概放的就是錢啦 然後他就馬上跟他講說 這不行這不行 這我不能收 那就是說如果以後林姓兒 如果來的話 我願意帶他去這個拜票啦 什麼這個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這個錢我是不能收啦 唯獨錢不能收 是 然後他說呢 當時蕭景田 臉色當場大變 就直接講說 你現在是看我沒有就對了 那表情要更羞恨一點 你現在是看我沒有 所以那個里長就有點嚇到 後來這個蕭景田 就跟著針帆川就走了 那這邊特別講到一點 那個里長說 他特別印象深刻 因為他的那個服務處 有神明啊 他說他的這個服務處 你走進去就可以看到 有官士英 三太子跟官公 他就是 不是不止有監視器 還有神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里長 他的辦公室要放 這麼多的神明 好 那就是這個神明 在神明的 這個眾目睽睽之下 你在神明面前 你敢做這個會選的事情 他自己特別提到印象深刻的事 那回過頭來 就是說這個里長 他後來拿到這個錢之後 他當然很緊張 因為他說 他也從來都沒有說過這樣子的事情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他就去找了國民黨籍的議員 注意這是國民黨籍的議員 他就跟他講說 那這件事情 這里長應該是國民黨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又滿相信你怎麼會去找他 沒錯 然後那個議員就跟他講說 你現在 你要把這個錢退回去 你不能收 不然你會變共犯 那再來呢 就是說以後 你要把他退回去的時候 你要錄音 未來你可以自保 那第三個 他們就有把這個牛皮紙袋 還有跟這個文宣就拍照起來 就我這邊報一個料 就這個里長前腳走 後腳這個議員就去檢舉了 所以整件事 其實是國民黨議員自己去檢舉 對 那是國民黨自己內部的 對對對 這個我知道這個內陸 那最後我要講的是說 那這個里長後來他當然 他就是有把這個錢退回去之後 他就有錄音 結果就意外錄下了兩段 那兩段他退回去 一個退給甄帆川 然後一個跟蕭景田跟他講說 我已經把錢拿給了甄帆川 就是蕭景田還在跟他解釋說 這個是私人的這個小小心翼 那還在跟他解釋 那另外甄帆川的部分就意外的撤 那個里長特別說 我錢已經給甄帆川了 對 所以叫蕭景田你去 記得去跟甄帆川 拿錢 對 那最後還意外爆出了甄帆川 講說這個黃旅錦汝 要來拜託蕭景田 所以這件事情就扯到了 國民黨市長部黃旅錦汝 可能這個事情會越來越大條 這個我們說這個球 會不會越滾越大 因為這個蕭景田有特別講 他說這個是台北市黨部 給你們這些里長的 黨部補助金 這會不會收到台北市黨部去 黃旅錦汝是不是 事情大條 這裡是台北市 這個選區是台北市屬林北島 各位可以想像台北市現在匯選用現金 白花花的這一個一千塊的鈔票 在匯選的嗎 這實在是很粗陋又很大大 那這一個里長 你只要去看這個里長 以前是支持哪一個國民黨市議員 那就很簡單就是這樣 好 第二個 這個蕭景田去找人家講這件事情 他講說 你是看我沒有 我舉我 國民黨以前也要 我以前住在新店 新店我們那裡有一個 很大哥級的立委 他每次選舉 因為都遇到中秋節 他就會打電話叫所有里長說 里長來金山總部拿油 結果我里長沒有去拿 這個立委就在他家樓下打電話給那個里長說 我什麼棟的 我現在在你樓下 你又沒辦法來拿 我現在把你送上去好不好 那個里長馬上說 我沒在 我沒在 我自己來拿 這一種恐怖的氛圍 就是有一些人買票是用這種方式 結果這個蕭景田受限 剛問到那個省民 不是說不是要在省民面前買票 是你收了我的錢 省民都有看到 這才恐怖 蕭景田把錢拿給那個里長的時候 省民有看到 你里長你有拿我的錢 你要幫忙 所以現在這整個 根據週刊報導 這個里長不是只有他被叫去嗎 已經叫了一堆人去了 這些有一些都承認了 他們為什麼會承認 因為他們本來就沒聽林姓兒啊 因為林姓兒的這些名單哪裡來的 但是市黨部給的啊 市黨部一定知道哪幾個里長 而且他如果去挖了這一個本來支持某某某 這個議員國民黨議員的裝腳 那就一語兩失耶 不只那個議員掃票 還跑來我這裡耶 這個效益才比較大嘛 那現在蕭景田這樣子的一個被1500萬重金交保 那就這個事情已經非常明確 這個會選案一定成立 蕭景田把黃麗菌把它咬出來就對了 對 這台北市黨部給了黨部補助金耶 沒有人這樣補助了 哪有政黨在補助候選人 然後這個獻金 那這個獻金 那黨部可以啊 黨部就拿一筆錢 黨部的金流 就有給蕭景田叫蕭景田拿去分 那你就 這不光是燒到台北市黨部 那你朱立倫耶 你台北市黨部 這個就這樣 蕭景田就做阿哥嘛 就說這條我來處理 這些都我來處理 這區林姓兒我來扶政 那錢當然是我去花 至於我要去找誰 你黨部要我名單 看你拿去找幾個里長 這個案子才出現 不過這個里長 他用錄音的方式啊 一方面當然他要自保 二方面呢 會不會也是他設下的局 那蕭景田跳進來 你看連那個對話 蕭景田其實也很緊張 他說好好 他也沒有講到那是會選的錢 那是什麼錢 他對話裡頭 里長跟他講說 我錢已經拿給曾環川了 那個就講到這裡而已 所以對蕭景田來說 他也很緊張 可是這個里長更緊張 那會不會這個里長 也設下了這個局 讓蕭景田跳 都有可能 那現在幾十個里長 都被叫去問了 我想這個案子 其實已經非常的水落石出 的確來 秦王 我們說台北市應該說 二十幾年沒有這樣 這種現金買票 這麼的囂張 那只是說 現在的選民是嗎 五感嗎 覺得國民黨買票 好像也沒什麼關係嗎 因為現在整個的形勢 是對民進黨都是不利的 我覺得我保留 就是台北市過去二十幾年 是不是到底有沒有這樣的 囂張的現金買票 可能是沒有抓到而已 因為這次為什麼抓到這麼明確 我們告訴大家一個數字 叫做459 為什麼要459這個數字呢 你知道這次蕭景田的案子 對於檢調來講怎麼追的 就是剛剛明玉所談的那位 W里長 這位W姓的里長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他跟我們剛剛所講的 這個國民黨的北投士林區的 這個黨部的執行長 那他這個叫增帆川呢 增帆川的手機裡面 有一支對外沒有公開的 私密的手機 然後這支手機的墨三碼 叫做459 那你去想一件事情 他用這個459墨三碼的手機 跟這位W姓的里長 在聯絡的時候呢 被警方被檢檢調 就確認說有這一支手機的存在 那他就用這支手機去回推 回推說你用這支手機 打給哪幾個人過 所以哇 你知道從這支手機 一抓線頭一大堆啊 所以才抓出來說 原來涉及到這個案子裡面有上百人啊 哇 所以不是只有一兩個里長而已 也不是有十幾個里長而已 他牽扯到上百個人在裡面 而且在根據他的行車 因為是蕭景田跟增帆川 等於開車到這位 W姓里長家裡面去 那你去看他的行為模式 他的行為模式呢 就是開車去了之後呢 蕭景田帶著增帆川去找里長 找里長了之後呢 拿出這個 那個我們講說牛皮紙袋 裡面有現金跟文宣直接交付給人家 那我請問你 除了給W里長之外 其他人是不是比照辦理 比照辦理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透過這支4559的墨山馬的手機 從增帆川身上 在比對行車軌跡之後發現 哇原來你們接觸過的人 有上百個人這麼多 而且呢他們發現說蕭景田 他的這個幫林姓兒的模式兩個 第一個把大家都叫過來吃飯 吃飯了之後給錢 那第二個呢 我直接去拜訪你 然後也是給錢 所以結論都是給錢 那所以你就會發現 對蕭景田來講 我請問各位喔 這些行為在我們現在來看算不算大啦啦 很大啦啦喔 坦白說喔 他沒有他掩飾的部分 明目張膽 明目張膽 他沒有掩飾很多喔 所以這麼明目張膽的買票 這麼明目張膽的會選 那這張大家才是真的覺得 不可思議的地方 就過去我聽到的買票模式 是轉得越來越地下化 越來越曲折間接 很迂迴這樣 很迂迴 但是對蕭景田來講 他的方式是非常明目張膽的 我去請吃飯然後直接給錢 然後我把直接到你的這個服務處去 然後也是給錢 神明在旁邊我都不在意啊 所以你去想一件事 我們現 我說實在話 就是有信仰的人 這個三太子在旁邊 官司機在旁邊 官公在旁邊看到 你還會覺得說 心裡我找一個 沒有看到神明的地方 你還覺得好一點 但他完全不避諱 所以你就知道他有多明目張膽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蕭景田這個案子 讓大家看到的是 他真的是在地方可以說是 話罪也給人當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案子都已經這麼最正確的 而且這個里長呢 這個相關的錄音也錄下來了 辦到這個程度 現在是擔心的 反而是這位里長 怕自己會人間被蒸發 被消失耶 這個里長反而是擔心受怕的那一個 所以他才會去跟周刊爆料說 希望這個新聞熱度維持 為什麼 因為擔心新聞熱度一旦過了之後 他連自己的人身安全的保障 可能搞不好都會出問題嘛 所以真正要注意的 反而是這個部分 是這個案子怎麼會到最後呢 鬧到這個里長都覺得 我的人身安全會出問題 所以你要問的是 我們的政府 而且重點啊 你看這蕭景田還是依然交保 對 照理說這應該要壓起來 而且他依然交保這件事情 也是很有趣嘛 就是他的 我們知道蕭景田等於說 逃亡了一段時間嘛 就是他等於被通緝了嘛 那你知道他被通緝這個獎法 地方人士去講了兩個獎法 第一個說蕭景田可能是因為呢 因為他現在他去年是69歲 他是元旦了之後才跨到70歲 所以他認為說逢九這個數字不吉利 哇你知道聽到地方人士的講法 我覺得好妙啊 就你在神明旁邊 都敢直接買票的人 你會去建議到逢九不吉利 然後怕對身體不好 然後要過了元旦之後呢 你才願意到 才願意去面對檢調 這是一個地方人士的講法 第二個地方人士的講法是說 他說為什麼是1月3號的時候 蕭景田選擇那個時間 因為呢 這個林姓兒的生日是1月5號的時候 蕭景田對於呢出事之後 林姓兒跟他切割 之前叫人家乾爹 事後說我從來沒有叫他乾爹 那對這個切割的行為呢 蕭景田非常的不滿 所以呢 他刻意挑戰